夏先生住在杭州 孩子刚上一年级 夏先生给他报了编程的兴趣班 就是老师那个11的时候跟我说 马上就是11过了之后 小孩子要用笔记本电脑了 然后要求是Win11的 然后其他没什么要求 这个时候已经10月3号了嘛 我想他们过几天就要开学了 我又比较急 我就直接带着小孩来 那个前面是全盆没有做过功课的 因为我不知道是要卖哪一种 夏先生当时去了教公路上的 白脑汇市场 他说电脑的型号配置等等 都是店家推荐的 我说你这边给我弄一个最新款的 笔记本电脑 然后就是能够让小孩子 用的时间长一点的 我的要求是5000左右 他给我推荐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我这买好之后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笔记本 完全不知道 销售合同显示 夏先生买的是联想14英寸 CPU参数是i5-12450H 价格3800块 收款方叫易可电脑商行 笔记本打开来之后 它直接官方跳出来 就是让我去认证 认证的时候 直接跳出来这款电脑 我才知道它是小兴死 跳出来之后 3799的是13420 然后我当时就脑子里嗡了一下 我说我记得我那个发票上 那个购货合同上面写的是12450 然后在网上再去查价格 才发现这个是老款的 然后说新款价格 还有政府20%的补贴 然后全部算下来只要3000多一点 老款机型的话官网上面没找到 然后就是我去那个京东上面 还有那个淘宝啊 拼多多都去对了一下 最便宜的时候是3200 最贵的话是3500 没有补贴的 老款没有补贴 只有新款才有 夏先生提供了联想官网截图 显示CPU参数为i5-13420H的这款电脑 原价3799元已就换新补贴后 那段时间的预估价是3039元 采访时记者也在联想自营旗舰店查了查 i5-13420H的这款电脑标价3799元 i5-12450H的标价3499元 夏先生买电脑的门店 在百脑会市场一楼 老板娘觉得用官网和电商平台的价格来参考 意义不大 同样外观的CPU变成13420的 网上3799 我这里也不卖3799 这种家用机 我跟网上价格一样 实体店不用干了 它这个原价多少 哪一个 就是它现在买的这款 这款的话 我们店铺的售价的话 现在就是3799呀 已经优惠过了呀 正常卖的话 我们这个机器零售价格的话 都要比它高出个五六百卖的呀 四千多的呀 那它这个有享受这个政府补贴吗 没有啊 我没有说政府补贴啊 我只是店铺优惠啊 我们的所有系列机器 家用系列是不参加政府的 那京东和我们本身 就是两个体系的东西啊 我不可能每一家店 都按京东的价格 京东的政府 那不现实的 就明白告诉他 这个机器我赚了 利润也就两百多块钱 他没有说就要最新款 13420它也不是最新款啊 它也是23款的机器啊 老板娘觉得 卖给夏先生的电脑 也没有发现质量问题 所以退不了货 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4202 5213 2